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关 讲到健康 这个国人 蔬国579 通通都摄取不及格 那在夏天 这个季节性的蔬菜 国民蔬菜最健康的 就有空心菜 小白菜跟四季豆 不过一不小心 这个国民蔬菜有的时候 也很有可能是 国民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 那这些国民蔬菜 对于一般人来讲 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江守山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 中医好朋友 彭文雅医生 您刚好 大家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淑婷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演艺圈的男厨神 蒋伟文 哈啰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养生料理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是 法国料理的主厨好朋友 陈之颖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 树青 国民蔬菜就是国民 真的可以天天吃 而且现在 这个各式各样的 这个耕作 这个基本上 农民很厉害 所以几乎一年四季 我都吃得到 空心菜啊 或者是大白叶 那夏天这个季节来讲 国民蔬菜是 营养又健康 不过国民蔬菜 也要会挑嘛 真的 刚才林冠说的 其实很正确 其实台湾的蔬菜 最安全的时候 其实是冬天 冬天因为我们的气候 相对就是 气温比较低 所以它整个 整体上来讲 农药验出的残留量 确实是相对少 那在夏至 这常见 你手上这些蔬菜 其实在 卫生福利部 他们抽验的那个 蔬果残留 那个农药的名单中 都算常见名单 其中的第一名 就是四季豆 就是豆类的 因为它是 连续采收的作物 所以难免 就是相对来讲 农药风险比较高 那包括那个 鹅白菜系列 我也曾经写过 残留很高的 所以大家第一个 要注意的是 农药残留 不过不能因为 担心农药残留 就不吃蔬果 因为之前呢 我们调查发现说 台湾人真的很离谱 我们一天不是希望 大家至少要五蔬果吗 男生还有九份 女生要七份吗 就他们调查显示 台湾有70%的人 其实一天根本 吃不到三份的蔬菜 88.2%的人 一天根本吃不到 两份水果 所以能够达到 579的大概不到两成 你知道吗 那现在问题来了 很多人都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 维他命来替代就好了 现在市面上都很方便 其实他们觉得 维他命能不能 替代蔬果呢 答案是不能 第一个是 其实蔬果 最近几年来 我们陆续发现 它有很多有效的成分 或许我们都还不知道 虽然我们陆续知道 一些什么植化素 或干嘛 可是其中还有 我们不知道成分 所以你光补通这些维他命 不能补充完全蔬果的营养 第二个部分 他们发现很妙 蔬果里面有些成分 他们是互相协同作用的 他们一起吃的时候 吸收会更好 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最常见的是说 如果你吃富含维他命C的 它里面有铁 C加铁 铁吸收的就更好 所以它可以 两个加在一起 一加一大于二 可是这个不一定 你还要自己搭配 不可能在维生素自己配 所以结局是 吃新鲜的蔬果最好 重点是只要 待会跟着我们调跟着我们吃 其实就不用担心农药的问题了 那问一下江医师 刚刚讲空心菜小白菜 或者这个四季豆 都是最简单的国民蔬菜 那撇除农药的问题来讲 对一般人来讲 他们是评价又健康的选择 其实第一个农药问题 也没有想要说那么不可克服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台湾的农药 大部分来讲 事实上是有机磷 那有机磷大部分是酸性的 所以你像这样的菜 如果你泡一下小苏打 丰培苏打的话 其实可以大量的脱除 这个农药这个部分 所以小苏打是最好的 其中一个喜剂 是 那讲到这个 个别菜的营养价值 很好笑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空心菜 其实它算是一个 抗物理比较强的菜种 所以它的农药风险本来就低 是 然后它本身的 钙子含量 又在树菜里面算是比较高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台湾大营养调查 他发现台湾人 整个饮食摄取的钙子 大概只有建议剂量的六成 严重的不足导致于说 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 长得不如白人的小朋友那么高 真的吗 对 这不是基因的关系 没有 大部分都不是基因的关系 这跟后天的钙有关 跟后天的有关系 对 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长的瓶颈因子 那这个空心菜 它本身虽然是菜类的 不过它的钙子居然是番茄的74倍 所以它算是很罕见的 就是在叶菜里面 钙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所以而且坦白讲 因为农药少 它长得又快 而且通常坦白讲 空心菜价格都低 比较平价 它比较平价 所以其实是非常鼓励 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这样的蔬菜 那当然没有错 你说小白菜类的东西 它这个农药排到第七名 所以这个洗真的是要好好的泡 好好的洗 不过它本身像小白菜跟大白菜的差别也是 它的钙含量 胡萝卜素含量 都比大白菜高四倍以上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比较营养丰富的一个水果 那至于这个所谓的四溪都菜类 这个东西 就如刚才肃清所讲的 它的农药风险 大家也不要忘记 它是第一名 它是冠军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它其实它本身是 蔬菜里面含有铁值比较高的 那我们要知道女生 大部分的女生 因为行径的关系 它铁常常不够 所以你在总人口里面 有一部分的女生 它永远是缺铁性的贫血 所以像这样含铁量比较好的蔬菜 其实对女孩子很有价值 那问一下这个文太医 这个中医怎么看 这些季节性的蔬菜 是的 中医讲五色五味入五脏 那在夏天有个特别味道 所谓的酸苦甘辛咸 还有个叫做蛋味 蛋就是蛋而无味的那个蛋 那为什么这个蛋而无味 我们还要去强调它呢 其实是因为夏天这个节气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湿气很重 夏天天气热 我们会喝很多的水 那些冷饮到我们脾胃之后 这些水气会影响我们脾胃 运化水湿的能力 那湿气重 加上体内的湿油重的时候 人会出现一些所谓失重的症状 像什么打瞌睡疲倦 甚至是拉肚子或头痛疲倦等等 所以一些去湿 一些蛋味的东西 就可以去除这个身体的湿气 像前面的空心菜 或者是一些像大白菜 或者是像丝瓜 或者是中药讲的艺人等等 就这个时候一些蛋味 可以去除身体湿气 一些养生很好的食物 那我请我右手边的来宾 刚刚讲国民蔬菜 很评价健康的是空心菜 那空心菜在台湾其实常常看到不同的品种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细的梗 有的时候是中间 那某一些温泉的空心菜 好像是这种粗的梗 是 因为很神奇就是 像这个空心菜 你如果种在水里面 它就会比较好吃 比较脆 而且就是这个梗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这一类就是温泉的 然后又会比较粗 那像以前我们家 我们家是流动的水 因为我们家以前是自来水厂旁边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虽然不是温泉的 可是空心菜 它会比较颜色稍微像这个森 可是也是这么大 那非常的好吃 那这种就是汉地的一个空心菜 所以这两种 这个就比较脆 比较嫩 这个就比较老 比较硬一点 那像这个就是因为它快速的成长 所以它基本上空心菜的味道 它是最淡的 那这个季节 如果你买空心菜 这三个你会买哪一个 我基本上来讲 它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比较矮的 那也是延伸种 但是它是种在水里面 我大部分会买那一种 因为那种会甜 那这一种炒起来很快就黑掉 那这个是不会黑 但是它价位 它可以买它的两倍了 好 那秋香姐姐 另外一个国民蔬菜 很平价的是小白菜 是 小白菜也是不容易很高价 是 除非有的时候台风 台风之后 对 那小白菜市面上 也很多不同的品种跟种类 是 那这一种就是最传统的 这一种是最传统的 那因为它最传统的 但是呢 就是说它可能 大家就会觉得说 它有些时候 它会比较 比如说 太久没下雨 有些会有菜色味 对 会有菜色味 然后会有一点点苦味 那后来就演化了这一种 这个是所谓奶油的是不是 这不是奶油的 这个是那个 皱褶的一个白菜 就是我们说的 Q香 Q香 白菜 对 但是呢 相对的它的味道 就没有它重 它就比较清爽的味道 就比较 真的是比较淡的味道 那另外呢 这一种就是 我跟志颖最喜欢吃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喜欢挑 这一种 因为它的风味最香 那其实呢 它有甜味 那它真的比奶油白菜还好吃 奶油白菜 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少 但是如果在 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 就奶油白菜就很多 那奶油白菜很漂亮 而且在有机店 卖的价位也很好 可是如果你两个 比起来炒起来的时候 我儿子有一次回家 他一直问我 他都在有机店 买那个奶油白菜 他就问我说 妈 你这个什么菜 我说就是白菜 他说 为什么你的白菜 跟我的白菜不一样 你这怎么那么好吃 我说你较有钱 买得不好吃 对 其实它就是比较好 所以刚刚志颖就讲说 所以这个CP值高 对 它以为是蝗 因为它有一个海鲜的香味 其实就是鲜味会比较重 所以我先打个菜 所以这个鹅白菜CP值高 就是平价 但是它又相对好吃 对 那这个鹅白菜 它的外观要怎么去挑 就是它比较长是不是 其实这个鹅白菜 还有更皱的 其实我挑的 都会挑它叶子更皱的 那个味道会更好吃 是看这个地方 就是它上面不会 它旁边 下面这一段会很 像卷叶 就像这个 它比这个还卷 然后它的颜色 我会选择更绿一点 更绿一点 它的风味会更重 好 我给镜头比一下 其实你看 它们的梗 它们的大小有点差 对 你看它这个 其实个头大一点 因为比较长一点 对不对 那我感觉它的梗 也是比较脆 那粗 那感觉水分也是丰厚的 所以这个叫鹅白菜 吃起来就是有鲜味 跟菜的香气 那像这一种 跟这一种改良过的 这个吃起来就是淡而无味了 好 那白菜另外一个系列 是这一种 比较小颗的 长得外形很神似 可是它们是青江菜 是 所以因为有了青钢菜 所以就会有这一个 绿叶的一个白菜 这个叫绿叶白菜 是 那这个是青江菜 是 那还有一种叫做鱼菜 那个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有 其实它们都是同颗的 鱼菜就是 就是青江菜再是另外一种变种的 但是这一种菜也是 比较有菜色味 它没有那么像这个的香气 对 它就是比较淡的一个味道 你这样已经讲完之后 白菜涨价了 要播出前一天 我要先去收瓜一批的白菜 对啊 真的 我觉得它很棒 就是它里面这空心菜 这纤维量含量非常高 而且它维他蜜C的含量也很高 其实夏天代表 主要就是这个空心菜 因为它的 所以夏天可以降这个暑气 它可以 然后通便 润肠 清热解毒 如果说这些 这一盘的白菜让我选的话 我会选这一个跟这个延伸的 为什么 对 因为这个延伸的最起码 它的一个菜根香还在 那这个又有一个鲜味 它很特殊就是一个 山珍海味的味道 山珍海味 对 就在它这上面 好 明天真的要成这样了 那打个它什么叫菜根香 菜根哪里在香 菜根香就是它本身的 菜根在哪里香 不是 菜根香就是 其实青菜就有青菜的香甜味 对 那如果说它整个味道都不见了 那就 你看 就是它的原味滋味的白菜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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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那个叫菜根香 是 好 那刚刚讲 有些人很受欢迎的是这个四季豆 四季豆 是 你看台湾有一些卤味汤 有些旋出鸡汤 你会抓四季豆 是 是 是 那四季豆通常你都会怎么挑 四季豆像今天这个四季豆就很漂亮 那如果说有一些比较大的 像这个 有这个 烹起来的 就是它的纸比较成熟的 那相对的 它如果是比较老的话 你就必须要挑 就是会有这个 有没有 会有虚虚 那像如果说我们挑这一种的 比较嫩的 它就 它都拔不出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会挑嫩一点的 对 嫩一点的 因为你就省工嘛 就是头尾切切就好 但是四季豆呢 请大家绝对不要 就是自己最好 虽然我是开餐厅厨生的 但是我还是必须苦口婆虚 跟大家讲 一定要冲洗 那外面的人 怎么冲洗 其实流动的水冲 或者是像江医师讲的 就是用小树打水 因为这种农药真的超多 那大家拿到这个 不会放一个大盆子去冲水 对对对 绝对不会 就手就抓一把 然后水冲头就冲 因为它很干净 也没有刷也没有那个 但是它的农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问一下江医师 就是小苏打是 第一个最简单 洗农药的工具 那再来就流动的水 稍微冲嘛 对 有人算过了 你用流动的水 用一个海绵刷刷它 可以去掉8%的农药 可是如果加上小苏打的话 农药的去除率 会脱出到35到98% 看农药种类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小苏打可以 去除掉大多数的农药 尤其是有机林这部分 可以非常高比例的去除它 但是这是小苏打家间 要泡着它泡多久 大概要10分钟 10分钟 这么久 可是医生有问题 刺激豆筋得起泡 有一些叶菜泡10分钟 会软烂掉 如果这会比较软烂的 你泡5分钟 可是你不要忘记 叶菜类泡了小苏打的时候 去喷煮有个好处 因为它带着小苏打的碱性 碱性的菜下锅子的时候 我们菜煮完会黄 最后叶绿素中间 那个金属离子掉下来 那你如果给它一点 碱性离子的话 这个金属离子 比较不会掉下来 所以你炒完 这个菜就比较绿 所以有附带的好处 附带的好处 那你们今天讲完 会不会连小苏打粉 是 那林农药像这个 四季豆我们在买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个 有受伤答案就不要 但是我们还是 我都会去按看看 因为有的就是卖比较久的 它就会按起来是软的 空心的 里面的水分流失的就空心的 那像这种 就会比较老 没那么好吃 对 就没那么好吃 好 那另外这个是什么豆 荤刀 荤刀 对 台湾话讲荤刀 外形跟四季豆长得很像 就肉豆 肉豆 对 通常你会怎么挑 这种就是挑它 我个人在挑这个的时候 我豆子尽量就不要太大 因为豆子太大的话 它就跟那种长的菜刀一样 菜豆 对 如果说豆子太大的话 相对于它旁边的这些 皮 纤纹就比较粗 那另外这种 因为它煮的时间会比它快 所以它个子很大 那如果说你要煮到前面 里面的那个豆子熟的话 那外皮可能就太软了 所以我都会把它斜切 所以你会斜切 对 那这个我就挑好 就只有折半就好 可是这个我就会斜切 你就可以快炒 那顺便问一下我们的主厨 很多观众朋友 这年头是职业妇女 有一些些人 根本都是周末采买一次 那采买叶菜 到底怎么样保存清洗 是相对会比较OK的 其实所有的蔬菜我们在保存 我都建议如果家里面的冰箱 要清出一个位置 让蔬菜可以站得住 你们家 会让它这样子 站在你们家冰箱 然后呢 它的伸展方向 就是它保存的方向 因为它其实被摘下来 它还是一直有在 在收成 对对对 那我所有的蔬菜 所以额白菜你会这样占 对额白菜 那这一树怎么办 这个只能尽量 我们这一树怎么办 也是会尽量让它占 那可是还有一个就是 你也可以斜着站这样 要让它占着之前的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外面 还是要包一层那个 白包子 纸巾 就是厨房纸巾就可以 因为我们比较容易拿到 那个厨房纸巾 那因为它的那个 还是会有那个 呼吸的那个水汽 那稍微包住一下 那用那个塑胶袋 稍微把它包住 这样它比较不会干掉 所以要模拟菜园嘛 对对对 要让它还是保持 它还是活着的样子 好那主厨再问一下 这一树怎么办 这个通常我们 我们就是 还是会把它 还是让它横着 横着 那但是也是要包上 那个纸巾跟塑胶袋 让它保湿保鲜一下 那四季豆的保存方法 比较特别 因为四季豆 它很怕失去水分 对 我们除了挑选 像这两只 一看就知道 因为这个已经比较成熟 对比较干 因为这个是 它天天都会采收 所以它有成熟过 这个就不要挑 那像这种的最怕就是 四季豆啊 其实你如果 它的水分被抽走之后 你摸起来 它会像有点像 保利龙那样 对对对 那个就不好吃了 那四季豆呢 我们就是要 把它包得更密一点 像叶菜类啊 不能派蜜 太蜜它里面水分会 它没有办法伸展 对对对 没办法伸展 那它会烂掉 那四季豆就要包得很蜜 很蜜 才比较好保存 对 好 谢谢我们的来宾 谢谢 好 接下来 我们演艺圈的南童神 蒋伟 我们家来上菜 上一个鱼香通菜拌面 对 因为那个香港人 叫空心菜叫通菜 因为它里面是一条通的嘛 那可以 里面会有一个汁 真的哦 就这一个水管 一条通就叫通菜 像水管 我们家小孩喜欢把它切 然后当作那个是吸管 就跟它开玩笑 很好玩这样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意面 然后有鱼香的那个酱 然后把它拌在一起这样子 可是意面 你这个很台 这个是台南意面 对 其实如果说家里有意大利面 也可以对 所以有人一开始想说意面 我本来想是用意大利面 可是我买到了台南的意面 这种面也很棒 最主要是它那个面 要有比较软嫩的面 然后跟这个滋味比较合 比较好拌 然后比较好入味 没错没错 那我们先热一个不沾锅 放一点角落 因为鱼香一定要有点绞肉 我们把这个绞肉先放进去 把它煎香 鱼香没有鱼 但是有绞肉 对对对 可是蒋伟文的鱼香 还准备小鱼干 是 我们小鱼干跟虾米 待会把它爆香一点 然后让它比较香气 有这个鲜味在里面 那空心菜呢 因为在家里通常做 俘虏空心菜 虾酱空心菜 我老婆有一天跟我讲说 你可不可以炒点别的 对 我想说好 那我们就把空心菜改观一下 把它切得小小细细的这样子 哎呦 竹神秀刀工 也没有也没有 就把它切成这种小段的 好 你把叶子跟梗分开 对对对 那我们放的时候呢 也把它分开放 因为它下去的时候 是梗先下去 空心菜的梗 有的时候它还有爽脆的口感 所以这个像这样 一小段一小段 其实口感会非常好 对 所以我们把它切这样正好 那这个菜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切像葱的那种长度 就比较长的长度 而且下的顺序就会不一样 对对 把它放后面一点下这样子 好 这个是我们前置作业处理的空心菜 梗跟叶的部分分开 那注意就是说那个肉啊 最好是让它有一面把它煎香了 这样它等一下 这个香味比较浓厚一点 好 今天就用不沾锅 我应该换一个这个产的 对 来 然后如果说家里你的不是用不沾锅 但要先过个有点香一点 然后这个角度下去 我们这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姜放进去 好 姜没下去 对 因为鱼香就是姜跟蒜的味道出来 但是我们蒜就把它放到最后再出来 让那个蒜的辣味 因为是拌面嘛 对 让这面有那个辣的香味出来 而且鱼香一定还要有豆瓣酱 对 那个鱼香压根就是豆瓣酱 没错 好 所以现在炒这一个姜末跟我们的绞肉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小鱼肝 和那个虾米也放进去 一起把它炒香一点 那这样也会提味 山珍海味 对 可是现在已经有那个干香了 对 整个锅非常香 而且你爆香的这个小鱼肝跟刚刚的那个虾米 一样有它的香 没错 就是让这个虾米跟小鱼的味道 把它鲜度炒出来 对 因为通常我们做鱼香是没有鱼的 我们这一次特别加了小鱼肝进去 让它名副其实一下这样 名副其实有鱼的鱼香拌面 好 这次我们就把豆瓣酱放进去 豆瓣酱一起炒香 好 先把豆瓣酱在锅中间把它炒香一下 而且很妙 豆瓣酱就是加热之后更香 对 加热以后我们就把那个米酒也放进去 一点点的米酒跟这个豆瓣酱 那炒香我们的馅料 这时候有水分的时候我们蠔油也可以下去 好 那我们同一时间另外煮了一锅水 要来煮一下面 没错没错 二厨可以帮你放一下面 那我们这边呢 刚刚有虾米酒 我们这边再加一点点水进去 那我可以直接把面放下去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面感觉是面条比较细的 所以可能不需要烫太久的时间 它蛮快 大概两分钟就可以了 它是谈谈意面蛮快 对 然后因为辣豆瓣酱跟蚝油它都带了咸味 所以我们要加点糖就不要加盐巴了 就不要那么咸 好 好 所以我们继续炒这一个鱼香的这个料 所以鱼香茄子也是用这个炒鱼香的这个再搭茄子 对 鱼香的 其实鱼香酱都是这样做 你可以加点像这个甜酒酿 对 让味道比较柔顺一点 你刚刚是加糖 有些人是加甜酒酿 对 可以加酒酿 或者是味淋都可以 好 这时候我们只要等面 面OK了 我们可以把它捞过去 好 那烫面的同时请教一下温太医 空心菜 这个是很多这个中医觉得立下的节气过后 非常好的养生代表的蔬菜 是的 其实夏天代表蔬菜就是这个空心菜 因为它的腥味是属于 所以夏天可以降这个暑气 那它在中医的轨金就是入心肝大小肠 意思就是说 它清热凉血 它可以 通便润肠 清热解毒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容易中暑的 或小朋友容易流鼻血的 身体火气太大 在夏天怎么喝都没有办法止渴这种人 所以刚刚学长老师就分享说 他妈妈用这个空心菜剩下切下来那个煮水 其实它真的就是降火气立热 然后它可以就是 预防就是老年性的这种便秘 它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那它的东西是空的 它其实就是庸菜 你把它放在水里面煮的话 它那根的部分 自己也会有一些枝节跑出来 所以是很好栽种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现在就把空心菜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鱼香也收成了 空心菜的梗下去 你这个梗拌这个鱼香就一定超好吃 超下饭的啊 那也有人用这个做法 来做像我们那个苍蝇头 也用空心菜来做 对 是 现在也有点神似苍蝇头 这个只要拌差不多十秒钟 十秒钟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剩下叶子也放回去 叶子也下去 所以你先把它搅拌了之后最后再拌面 没错 所以味道小朋友应该比较可以接受哦 是 然后这是我们辣椒也可以下去 小朋友的话就把那个辣豆瓣换 把它换成甜面酱就好 好 然后我们同时间面也好了 把它捞出来拌下去 好 这个面好像是讲完我们准备的意面 对 对不对 你特爱吃这个意面 这个意面很软嫩 我觉得很适合小朋友啊 或老人 或自己 说实在来 如果以前啊 年轻的时候 出去玩喝很多酒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吃意面 觉得特别舒服 那时候有加空心菜吗 那时候可能是妹特别舒服 所以吃的面特别舒服 因为喝完酒之后 跟妹一起吃宵夜宵夜食堂 那其实人舒服了 吃什么都舒服 对 好 最后呢 我们现在不太好 一般国家的醉油 自己不在酒啊 我们把大蒜这个全部都放进去 空心菜没新的 好 所以最后蒜末再下去 对 这样子拌面我们就完成了 好 好 那我们的男厨神蒋维文上菜哦 维文这个鱼香空菜拌面太好吃了 很好吃 就刷处也吃光光啦 对 很好吃哦 而且它又不用力 好开胃 其实这里面虽然加了猪肉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给猪肉那么多的污名化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猪肉里面的肥肉油的部分 不饱和的部分比饱和的部分还高 而且你要知道 当然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加工红肉是很有意见 认为它是A级灾物 可是它不是指胃加工的肉 胃加工肉其实相对的是安全 而且猪肉这种优质的蛋白质 然后它提供的铁比植物的铁容易吸收 可以对抗女孩子的缺点性贫血 那它有事实上它有相当的矿物质 所以我觉得猪肉 大家真的是 它也是台湾的一个宝啦 真的而且我们刚刚喔 也有促进脾胃消化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它这样的搭配 是一个还蛮完整的一个营养的整个搭配 对 就这一个拌面喔 营养素很完整而多元而丰富 一般拌面都是高油 可是一般能做又容易又快 对对对 它重点就是它的这个纤维含量很多 然后口感也很棒 很适合通宵打麻将 对 通宵读书的时候 就是来一碗 医生用是不是 通宵上教堂的时候 上教 或是指导吗 或是指导吗 你知道通宵拜拜 只有红楼带耶 其实他很聪明 那如果今天换了那个布拉肥的话 香气就不一样 真的 所以用那个小鱼干挂虾鸡 所以一点点就够提味 是 那除了为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 鱼香烘菜拌面之外 我们秋香姐姐也要分享 四季豆很多人 这个很喜欢吃干啤四季豆 可是你说外头过油 真的这个相对油腻不健康 你要分享一个健康版的干啤四季豆 外头不叫过油 它叫做炸油 炸油 整个把它炸到金盘干 炸到熟 所以为什么他们四季豆不喜欢洗 因为你洗了那个水分就把 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他们就是基本上 他们四季豆是不洗的 可是四季豆的那个农药那么多 还是在家里 那因为宁官给我 自己来干啤 宁官给我一个难题 她说不能炸要干烤 是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放在这个锅子 就是你给它热了以后呢 就让它慢慢的去烤 那要烤多久呢 烤到它的表皮 就是都像那个芽巴桑这样子 皱起来了 老太太这样子 姐姐说你的干啤 真的干锅干啤 对 没有不张锅才行吧 这个才叫做干啤 其实那个不锈钢的也可以 也可以对 不锈钢它不会黏锅吗 不会不会 因为它是水 它是水 所以它把它煸到那个水分 通通不见了 通通不见的时候 你再给它滴个大概两三滴的油 因为不然的话 它就会那个焦掉的地方 越来越黑 那我们继续干烤它 而且烤的过程 干啤的过程 你会稍微搅拌一下 拌一下 让它不要焦化 要大概十分钟以上 所以我们就这一边就来 另外来配料炒料 那这个一样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做法 都跟加口那个很接近 我们要是不沾锅放一点绞肉 是 那我把它 我给它就是一点点的 因为我今天的绞肉是比较瘦的 所以给它一点点的油脂 把它让这个肉不要黏在一起 然后你把它抖开的时候 就给它这样子去煎它 所以这个是干啤四季豆配的肉 是 刚刚讲国民蔬菜 都平价健康 然后你会发现 国民蔬菜常常配平价的绞肉 对不对 因为这个你的吃肉量就会少了 像刚刚这样一小碗的绞肉 就足够这个干啤四季豆 那姜伟文草那一个 这个至少五人份以上的面 可是也是一小个拳头的绞肉 那不然你就可能吃猪肉 吃红肉都会吃过量 那一点点的绞肉就还OK 是 那我这边我也用了这个就是开洋 就是我们的那个虾米 它这个是没有泡过 没有泡那个 没有泡过油的 加颜色的 对 但是我有洗过再把它稍微的剁一下 那我把它就是加进来 因为它没有就是没有去加添加一些颜色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本来的颜色 就本来虾子把它干燥的颜色 它炒起来是非常的香 一样把它爆香 是 好 那我就是层层堆叠这样子 把它放到旁边来 好 那秋香姐顺便问一下 干啤四季豆啊 像这样子啊 我如何判断它的熟程度 就是一定要憋到很干 变 对 变 那如果是你不在意那个口感的话 你只要把它煸熟了就可以 可是呢你要做像外面的 真的就是管子里面在卖的干啤四季豆 就是水分完了以后整个塌下来 那个才叫干扁 那干扁有什么差 它是口感特别 因为它本身如果是水分在里面的话 就没办法吃到这一些的咸味 那如果它扁掉了 你再把它这一些味道 它才会融合 是的 不过我在外头吃的干扁四季豆 常常吃完哦 那个盘子都一层油 都是一层油 是 好 那我现在我把那个蒜头啊 就放进去 好 蒜头这个下去 还有这个是葱白 葱白 那给它继续把这个猪肉的油脂呢 让它跑出来 香气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加其他的 好 所以这个你又不能太大火 因为太大火的话 你接触锅底那一面就是焦掉了 可是它水分又还没干 你看这边有一点点 有 它开始有点略干了 而且它表皮有一点点像这样子 有一点点焦涩出来了 这个都开始干憋了 是 可是它还没有塌下来 所以还久呢 最起码还要再七八分钟 好 没关系我们再憋它一下 好 那你那边就交给你 然后我就在这里炒这个 好 我们炒的这一个角肉也好 那顺便问一下温太医 中医怎么看四季豆呢 对 四季豆跟刚才空青菜比起来 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空青菜刚才它性质偏寒 所以清热解毒效果比较好 但是四季豆它的性质是温的 所以它的性质可以调和五脏 它适合比方说身体湿气重的女性 像白带多拉或者是容易下肢水肿等等的 那如果是像小朋友很旺盛流鼻血 身体热气太多才是吃这个空青菜 那一般我们如果是养颜美容啊 或者是要去除身体多余的湿气 我们是吃这个四季豆 然后这四季豆很特别 它是豆科植物 所以它健脾补气的效果非常好 如果你会觉得中气不足 精神不好的话 你可以多吃 因为像中药里面有个东西叫做黄芪 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黄芪就常常会入这种中药的茶饮 它其实也是一种豆科植物的根 然后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有教那个中药泡制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这个豆科植物的根拿去像这样干 所以我那个学生的回忆就起来了 然后就搞得外熟内不熟 然后还要把它干燥切片搞了很久 然后就发现中药好难得制作啊 所以也是类似的原理 豆科植物都有补气的效果 过多会容易脏气 那一样四季豆 如果说你肠胃容易脏气的人 或是你容易消化不了的人 其实要适量就不要吃太多 好 同一时间我们秋香姐姐炒香了 刚刚的这个绞肉开洋 跟这一个葱蒜 现在再下一点点豆瓣酱 所以我发现你的某一些食材 可以跟蒋伟文一样 那你准备一样的食材 可以吃两种国民的食材 那因为我刚才有吃到了 那个加口那个很香 但是比较辣 我个人不太能吃辣 所以我现在我下手的那个辣椒酱 就少一点 那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酒酿 酒酿 那我故意把它 因为新鲜的酒酿是比较白的 那我就不冰的话 它就变 有点滑 有点发酵 对 就是那个发酵 然后很香 那直接这个稍微加一点酒酿 加进来 那我加这个酒酿 因为有甜了 所以我就不加糖了 所以这个是干别的馅料 所以连酒都不需要了 所以大家看这一定要记清楚 这时候是干扁四季豆 不是干扁空心菜 因为我们两个材料很像 是 好 那我现在给它一点点胡椒 但是我会加的是榨菜 在这边 榨菜把它切磨 榨菜把它切磨 是 加进来 然后呢 葱 葱 然后呢就是辣椒 辣椒 那我们继续把我们的这个馅料炒香 是 好 炒香同时请教一下江医师 四季豆如果没有煮熟的话 听说会含有毒素 没错 其实豆科的植物 都有这个自我防御的 这个自我防御的这个毒素的分泌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长在那里 你要咬他 他没你办法 你从咬他 你的细菌清洗他 他都会用一些毒素来抵抗他 那这里面最出名的毒素 就是类似罩干的一个 蛋白酶的抑制素跟血球灵极素 那这两个东西 如果你把它拿来当做沙拉 你把四季豆做做沙拉 或者是做什么生气饮食 生食或打在那个 这个蔬菜汁里面 其实很有机会 这个血液灵极素喝进去 会跟肠子表面细胞的糖蛋白结合 结合之后 其实会引起腹泻 腹痛 恶心等等的症状 那一旦白酶抑制因子 会让你整个蛋白质都没办法消化 那蛋白质不消化 就是会脏气 会不舒服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 确定要煮到熟 因为他这两个 不管血球灵极素 蛋白酶抑制因子 全部都是蛋白质 那蛋白质大概耐热 你就好好的把它煮到100度以上 就可以把它破坏掉 不过你不能说100度就拿起来 因为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四季豆一定要吃熟的 那同一时间我们干憋的四季豆 也这个干憋好了 是 那刚刚你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用筷子沾一点点的油 把它和一下 这样子你再把它烤一下的时候 就不会一直黑色的部分 就不会一直黑掉 好 那我现在这个已经OK了 就把它倒过来 是 那这个你要 我这边大概就是一斤 一斤的量起来才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 因为它干了 它的水分都这个萎缩了 是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哇 我们刚刚觉得这个干扁素质豆 清爽 够滋味又不油腻 有够好吃 其实以往因为它都是用油炸的 你通常吃到的时候 其实是油味跟旁边那个肉的味道 第一次干扁 就第一次吃到原来干扁四季豆 它干扁之后是甜的 对 对 它的甜味浓缩在它这个豆豆里面 所以它其实很甜 以前吃到四季豆有满口油 我没想到在这里 对 非常的甜 然后加上我们秋香老师里面 那个酒那样 它使得它那个 它的那个馅料 香气很够 所以加在一起 就不会本来只有咸味 因为一般干扁四季豆就是很咸 很油 它不会 它就是又甜又香 而且这个干扁四季豆 你吃起来真的你就觉得 原来四季豆的干扁是这个滋味 我第一次觉得干扁好好吃 真的 因为我以前真的每次吃干扁四季豆 满嘴都是有 那现在原来吃到四季豆的原味 所以干扁花那么多时间扁它是很甜 因为以前吃到的真正做干扁 是有贡献的 比较常见可能是比如说笋类的那种 胶白笋或什么它去煸它 但这个真的很麻烦 可是我告诉你这个好处真的很多 你不要看四季豆状 你吃起来觉得它还蛮嫩的 对不对 你知道如果跟同重量的芹菜比 它的纤维是芹菜的1.5倍以上 所以它是纤维非常丰富的蔬菜 只是一般人都会觉得 好像吃起来粗粗的才是粗纤维 不是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水溶性纤维 所以老实说如果你的小朋友觉得说 它排便上面有一些困难 或者是你觉得平常很难吃到挤蔬果什么 这个是纤维非常好的来源 粗菜也可以变成高档的法国料理 可以 今天真的炖菜的感觉 对 它就会完全地吸收我们那些酱汁的味道 就变成超级鲜甜 这也叫做色香味剂甜 今天冲宵打麻将吃这三道菜 太感人了 薛阳老师跟伟文都不约而同没有套好嘛 都用这个豆瓣酱 其实吃辣在夏天是一个养生很好的方法 夏天就是要吃辣 因为辣这种腥味好像可以发散 让我们身体多余的热气可以散出来 才不会中暑 所以像韩国它很冷的时候会吃人参嘛 它在最热的三伏天 它也会吃三天的人参来补我们的阳气 所以辣看你怎么用 就是你皮肤不好 肠胃太刺激的话就不要吃 但是适当的辣可以帮我们 就是增强我们的氧气 而且散我们身体多余的属湿 增强代谢 养颜美容 减肥瘦身 你没有爱吃辣就这样讲 还不错啦 那除了我们两位来宾 分享的这个空心菜跟四季豆之外 这个志颖要分享 刚好你们占不绝口的额白菜 还好它CP值很高 这一把15块 15块也可以变成高档的法国料理 可以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就是用中卷 然后我们做一个北非米跟额白菜 我们把它香在里面 那再做一个那个红椒的一个寿司 好 那我们先准备额白菜 就把它切碎 切 因为我们要香在里面嘛 所以我们切 所以要比较细 对 比较细 比较容易能够香在里面 陈竹竹 像我刚刚那个空心菜把它切碎碎 而且是被我老婆complain 你既然把它切碎 也是因为你老婆觉得 吃太多次额白菜 其实是我们要看料理来做那个 对 因为你要塞章鱼或者是套Q里头 所以要让它纤维跟这个空间是比较小 对 没错 那还有我们这样的那个蔬 就是你蔬菜比较不会单单吃到蔬菜 它比较平均一点点 对 那我们这边准备 像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个 我们今天准备高汤 对 高汤 那高汤是北非米的1.5倍 对 1.5倍 北非米是生的北非米啊 就很像我们喝小米粥那种 一小粒一小粒的小米 那这个烹煮很简单 我们就准备红萝卜 红萝卜 对 红萝卜我们把它加进来 一样把它切丁 对 切成一个小小的丁状 那你今天现在要做的是 章鱼或者中卷里头的馅料 是 没错 所以你让它口感都比较小 是 因为这样在筛的时候 我们比较平均 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的那个比较平均 好 那我们就稍微把它煮一下 好 那我们把它煮开之后呢 我们一样把颗白菜 我们把它放进来 这个是要筛的馅料 是 没错 好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是 颗白菜 那也准备了胡萝卜 那还要北非米 那一般家里头还可以塞什么 一般我们通常 只要你喜欢的馅料都可以 比如说你也可以多一点点那个 淡碎 对 淡碎 或者是纸米那些都可以 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北非米 像纸米啊 那些糙米饭 那些都可以 好 所以米饭也可以替代 可以 可以 我想是不是可以用 像那个北非米这么小 是不是也可以用红梨麦 对 可以 细细小小的那样也不错 口感可能会类似 是 诶 放了北非米 放了北非米就好了 是 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 只要稍微煮开一下 然后火就可以关掉了 好 放了北非米之后 这个火关掉 可是主厨 你这还有一点汤汁了 我给镜头拍一下 它要焖 要稍微焖一下 焖一下之后 它那个北非米就会膨胀 所以你的小白菜 其实感觉也没有非常老 也只有稍微加温一下而已 等一下要塞在那个里面 还要再煎一次 所以这样子的熟度会比较刚好 是是 好 我们就来焖这个北非米 好 它大概是焖到那个 就是水分吸收进去就可以了 对 通常多久 通常大概是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那这边我们准备那个中卷 中卷啊 小卷都可以 那你看我们现在它的水分越来越少了 我知道了 你用北非米就是要吸饱它的汤汁 是 那现在呢 只要稍微变干之后 我就会把它塞进去 因为其实它在里面 它其实还是会有那个热气 它还会继续熟成 对 那我们就要来塞 不过这个就是手工业了嘛 对 就要慢慢的塞馅料 你知道有一些人塞那个八宝鸡 对对对 就是一样的梗嘛 对不对 就是一样把馅料塞到这个里头 八宝鸭也是 好 我们志颖今天因为用比较大的中卷 要塞不太久 所以其实如果你买比较小的那个 小一点的小卷 那你这样塞刚好一人份一人份 可是那个洞就很小就很难塞 没有 因为其实我今天选这个比较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是因为新鲜度挑它 因为它比较新鲜 对那小支的有时候 小支的熟成比较快 对 所以它保鲜的那个 困难度比较高 真的哦 同一个时间我捞起来 同样中卷同样小卷 中卷比较大支 它保鲜的程度会比较好 是 好妙哦 一样你用盐冰冰它一样 小支变得比较快 所以小支相对我要挑到新鲜的 比较不容易 比较难 所以现在在市面上 说夜市卖小支的 没有 市面上那个很小的那个羞羹 它们都是熟的 它都是煮熟 对 因为它可能小支又相对价钱 比较平价 比较便宜 就是说每一同样单位的单价 它可能价格也比较低 所以它们可能上船就把它煮熟了 很小支的话 就是 没错 如果说 因为这样子 很容易维持它的形状 对 好 这个自营主厨 我们塞好了馅料之后 就可以准备一根牙签 来封这一个中卷的这一个口 是没错 通常要怎么封 我们就是从最边边的这一侧 然后插过去之后 然后稍微把它折过来 用同一根牙签 对对对 用同一根牙签 然后一样再穿 像封衣服 对 不是像这个姜医师他们封手术上 它会有一个那个波浪型的 这样把它封住 这样就相对封住了 对 封住 那我们塞好之后 这两个中卷 一起入锅 对一起入锅 没关系 我们入锅之后呢 然后把火打开 你没有放油 没有放油 没有放油 我们用一点点 等一下用一点点 高汤煨煮煮汤 对对对 好 我们现在这两个中卷 直接入锅之后 不用油 那有一点点要用高汤 来煨熟它 这个我们用一点鸡高汤 或者是鱼高汤都可以 好 家里头的高汤都可以 一点点就可以了 大概一小碗 那盖上锅盖 所以有一点点蒸煮煨煮 对对对对 这个样子嘛 是 好 那我们等他一下 好 志英主厨 我们这一个 大概三分钟 它就会熟成了 是 其实那个中卷 它在熟很快 而且你看 它的汤汁已经有点 它变多了 对 它原本的 本身的汤汁也会流出来 哦 因为它馅料有汤汁 它的甜味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我们的蒜头 把它加进来 所以我做这一个 就是我外面的中卷熟成就好了 因为里头的馅料 也几乎是熟成的 是 没错没错 那只是里头的馅料 还会出水 因为它刚刚是有汤汁的 那像小白菜也会出水嘛 是 好 我们下的这个是 刚刚下的是洋葱 那这一个 刚刚下的是蒜头 然后再来换一点洋葱 对 把它加进来 而且汁银今天也都走切碎碎系列 对 再来是胡萝卜末 然后这个是那个 红椒 红椒 对 红椒切末 对 红椒我们把它切得很碎这样子 对 一切都是为了配合北非小米吗 对 让它口感一致 那这旁边等于 又可以当做寿司跟酱料 来沾付我们的这一个中卷 然后我们那个中卷的头也没有浪费 把它切成也是小丁状的 也是把它可以当成酱汁 所以它的酱汁也会很好吃 然后酱汁的馅料 口感也会很一致 好 那最后我们还有刚刚准备的 一部分的白菜 白菜也可以把它加一些进来 好 所以它的馅料跟酥是不是一致的 对 好 哇 好田园风 这就是很南发 人家我看就是很南发 你为什么是田园 很南发田园 对 这个中卷好美 你看它现在很鲜红色 哇 它熟成好美 对 它真的很新鲜 对 真的 那最后呢 最后我们可以下一点点的那个巴西利叶 是 对 巴西利它也会有点 那样的比较辛香的一个味道 香味 对 那这样子我们的酱料应该也都好了 对不对 对 酱料好了 所以我们取出来来切中卷 你就可以摆盘上菜了 可以 那我们来试吃 哇 我们这个中卷果然是很鲜 我觉得它这样子 你这个中卷它非常的鲜甜 然后又脆 然后我们把那个突破 让北非小米跟它那个菜 流到我们汤汁里面 就很像天生的炖菜的感觉 对 它就会完全的吸收 我们那些酱汁的味道 就变成超级鲜甜 你看它说它田园 对不对 我说它是南发对不对 它感觉像中卷游着游着 就原来就田园了 真的 而且它都清爽 清爽非常好吃 很鲜甜 然后那个整个蔬菜的味道 它刚好都锁在里面 重点来了 那想说北非小麦是什么 北非小米是不是 很多人以为北非小米 就是长在北非的小米 就像我们的小米这样子 其实不是 它也是杜然小麦的制品 对 所以它相对其实也是属于DGI的产品 所以它是接近麦类 对 它是杜然小麦的制品 那所以你看它 第二它的好处又煮得很快 一下子就熟了 然后所以这个大家以后可以试试看 很容易它又可以吸收汤汁 很好蓬润 那另外一个就是小 这个白菜 其实有一个东西 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代人常常有一个困扰是什么 我们叫做 就是一直看3C 然后一直看电脑 后来你会觉得眼睛常常不舒服 连头都痛起来 甚至连肩颈都酸痛 那他们说 我们的小白菜里面有很多 我们叫做 贝塔胡萝卜素 或维他命A仙值 其实对这样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可以吃吃这样的菜 其实负担很少 因为它结果没什么油 又很清爽 这个也叫做色香味俊全 今天冲宵打麻将吃 这三道菜太感人了 好那今天吃的国民蔬菜 江医师有没有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铃 是大家不要担心说 这里面有小米 有淀粉吃的这些 然后味道高 其实你只要抓住一个诀窍 你先吃 不管你吃什么样 今天的菜或别的菜 你上桌第一个先吃一只饺的 像蔬菜 菇类 一只饺先吃 那你吃完一只饺之后 你再吃那个没有饺的 像鱼什么东西 那再吃一点有其他蛋白质 像肉 最后你才来吃这个淀粉 那这样这个血糖 因为前面的东西挡住的关系 血糖就不可能一飞一冲天 那血糖也不会吸收那么完全 所以你可以顾到你的美食 可是又可以顾到你的糖分的控制 所以即使是有糖分高的人 他可以按照调整食物的次序 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好 谢谢江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国民蔬菜 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提供给观众朋友 分享跟下载 敬喝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ereā ep 啊 ii a a i a a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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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